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你看到喜欢的尽管拿走 看到不喜欢去时就直接滑走 感谢大家参与我的第五期的穿搭训练 第六期升级版穿搭训练也快要入录中了 课程会包括21节的视频课程 4节的1v1的直播课 用面对面的解决 你搭配一些难题 还有256G的搭配学习资料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打开去学习搭配 现在是早鸟入录阶段 可以享受五者优惠 如果你想参与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简介去报名 那让我们正式开始这期视频 不穿牛仔系列几乎等于错过了整个春季趋势 牛仔这个单品无论是外套 内搭或是细带腰间都可以驾驭 它就像如水一般的单品 能变出正义的一个造型 在今年春季的秀场当中 牛仔单品的比例比去年 大幅增长大概64%左右 在牛仔大户低落的秀场当中 大幅毛边抽丝设计牛仔马甲 搭配窄身的牛仔裙 既展露腰身呢 同时也显出动人的姿态 搭配一双牛仔长靴 从头到尾的造型 利落漂亮 在A2ZERK的秀场当中 你会看到翻边的牛仔夹克 搭配高腰直筒刮裤 轻松率性十足 在今年春季的秀场当中呢 你不难发现 很多牛仔单品不再是简单的那种 干净设计 它总是会在袖口啊 领边或是门巾处 做一些细节化的一个处理 细节牛仔呢 也会帮你省去很多搭配上的麻烦 平时呢 你用接触的白衬衫搭配直筒牛仔裙 还真蛮价率的好看 但如果呢 你将牛仔这种裙 断成一条有简单细带 细节处理牛仔裙 那么哪怕你白衬衫比较基础 也能够显出穿搭的精致和巧思 那我们普通人 一般去穿直筒牛仔裤啊 搭配一个黑色西装的时候 穿不好会显得非常的职业化 如果你选择一条在膝盖处 有开口的直筒牛仔裤 一个简单的细节处理 就能让你整套搭配 显得没有那么拘谨 搭配帆布鞋还有高跟鞋都OK No.2 NITIES VERB 90年代的极简风格 谁能不爱穿上去又高又瘦 七长一八的极简风格 这个风格有点像时尚圈的天菜 看着不错 没有一点身材和身高优势 还真的很难驾驭 要穿好90年代的极简风格 你就要借颜色借款式 你不要在一个乐盒当中 把黑白灰全穿在一起 选择一个颜色 从头到尾的穿好它 例如在PitterDude的秀场当中 用黑色的背心 搭配黑色的阔腿裙 从头到尾的黑色系 会让你视觉醒高 同时也会展现你穿搭的整体性 这样的90年代的极简风格 就比较好驾驭 我更建议大家多去看一看 90年代极简风格的品牌 还有秀场 找到更多适合自己的穿搭灵感 第三个趋势 MAX OUT HIMS D-L设计 D-L设计呢 说实话还真有点难穿 它在秀场当中 最常出现单品呢 就是D-L酷 搭配紧身的毛衫 或是短上衣 营造出上紧下松的一个视觉 如果你和我一样 腰身不够鲜瘦 但又想尝试这样的设计 那就只要在搭配上下点心思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短背心 外套连袖小衫 增加上半身穿搭的层次卡 同时呢 也能够展现出较好的腰身比例 那下半身呢 就选择D-L的直筒长裤 搭配后底运动鞋 后底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D-L酷嘛 本身它会把你腰线 稍微视觉拉低了一点 那么后底鞋 它增加了你高度 就能够帮你提升比例 如果对自己的身材 非常有自信面称好 我更鼓励大家 可以稍微露出一点你的腰身 搭配一个短上衣 一个黑色甲克 一个直筒的垮裤 这样的穿搭呢 在春季就非常的随意慵懒 No.4 Sunset Shade 日落配色 这个配色呢 真的很让人想起 就是你在海边度假的时候 落日的那个颜色 在秀场当中呢 它将黄色 橙色 还有红色 和谐的融合在一起 模特穿上身呢 造型非常的慵懒舒适 很适合万物复苏的 早春去选择 在Frogamo的秀场当中 模特身穿 脱地的黄橙色衬衫 搭配了橙色的罗马凉鞋 虽然说这样的穿搭 有点挑人 但确实被这样的日落色 给重吵到 大家可以去在早春的时候 逃一逃 一些筷子上 它就会出这样的 渐变色薄款衬衫 比起长款呢 更容易驾驭 或是在Jonathan Simic的秀场当中 搭配橙色的超短裤 配色亮丽好看 在春季呢 很多朋友都会有买夹克的打算 那黑色的夹克 我们已经有太多了 不妨从日落色去考虑看看 No.5 Back to Beige 卡其风潮 那卡其色呢 是中型色 中型色在我的搭配保铁当中 就等于好穿 好穿呢 就等于不用多说 直接告诉大家 如何去搭配 第一个卡其色和黑色 卡其色和黑色呢 是经典的万能CP组合 像是在Max Maru的秀场当中 模特呢 穿着一身卡其色的一个套装 非常的俐落优雅 内搭呢 选择黑色的高领衫 呼应了卡其色的沉稳色调 黑色和卡其色 是非常适合职场穿搭的一个借鉴 第二个 卡其色和白色 还有鲁色系 卡其色的色感呢 是比较优雅 沉着稳定的 所以它搭配白色和鲁色系 能够显示出和谐的穿搭色感 那你在春季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买风衣的打算 那这个时候 你不妨考虑一下 卡其色风衣呢 内搭鲁色系的上衣 还有半裙 整个就是非常温柔的一个春季穿搭 No.6 Ling Pie 柠檬绿色 这个配色呢 有点特别 因为沙是今年春季驱逝的一个新宠 一般来说啊 像这样比较亮眼扎眼的颜色 搭配难度呢 自然是非常高的 柠檬绿色呢 是荧光色系 会有显胖显状的一个风险 像秀场当中 穿一整套的柠檬绿色连衣裙 搭配荧光粉色的高跟鞋 颜色呢 就非常的好看 但是未免它度有点高 在Michael Kors修厂当中 模特身穿一整套的柠檬绿色的套装 气场十足 我们怎么去借鉴 还记得我说过的吗 当你面对这样南搭的颜色的时候 有一个至关法则 南搭颜色缩小化 把这种你想要驾驭 你喜欢的颜色变小一点 那就会不显眼 那就会非常沦入进去 例如呢 你可以将柠檬绿色单品 就放在一件上衣上 或是一条裤装当中 剩下的颜色呢 全部都用黑色啊灰色 棕色啊 这样的纯纹色料取呼应 最简单方法就是 买一个柠檬绿色的包款 当你今天出门 就发现整套穿搭 太无聊 太没有设计性的时候 直接用上柠檬绿色单品 就能够挽救你今天的搭配 No.7 Ballerina Flats 芭蕾平底鞋 前两期呢 还只有黑白色单衣选择 在这个春季趋势当中 就出现了很多其他的配色 粉色啊 蓝色系啊 裸色系 更多的配色呢 就提供给了我们 更多的搭配灵感 一般啊芭蕾舞鞋 都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学舞蹈课的时候 会穿的嘛 那它其实会跟校园风 学院风是有紧密相关的 你就将衣柜中 有的那些黑色啊 灰色系装拿出来 那搭呢 V领的真芝麻夹 或是开衫 搭配白褶的短裙 这样穿呢 就很像那些在街头 赶着去上课的艺术生 或者呢 你也可以从它 古典优雅的方向去搭配 你可以用白色连衣裙搭配搭 也可以用白色衬衫 搭配长款的白褶裙 去驾驭这样的巴雷平底鞋 No.8 Big Bags超大包 史上游戏的趋势呢 还真有点意思 它不是过小 像之前Rakamas的超小包 就是过大 那这一季春季呢 就集中带了超大尺寸的包款 我本人呢 是大包的推荐者 因为真的会非常方便 像是今年秀场上 那些方方正正的大垮包 就是通勤搭配两不顾 像在Frogamo秀场当中的 宽肩方正包就很合适 我们的肩带呢 一定不要选得过短 因为过短的话会压尖 也不要选得过细 因为过细呢 会勒着这块不舒服 我们肩带长度就卡在你腰间 这样的包款呢 是既舒适又好看的 如果你本身和我一样 平时会有非常多的 中性的一个单品 那么超大尺寸的花包 你一定需要有一个 真的会让你整体造型 气场加速 No.9 Neon Accessories 尼龙配饰 尼龙配饰呢 就非常适合我们这种 喜欢穿黑白灰的女生 因为只要一个 这样的亮眼配饰 就能够提亮你 整身穿搭的丰富度 那如果你的衣柜中 有大量的黑色 白色 棕色 主要集中在五彩色 还有大地色系当中 你就可以选择一些 荧光红啊 荧光橙 荧光粉色的单品 去丰富你搭配的层次度 像是选择亮橙色的包款 搭配裸色 或白色系的一个上衣 No.10 Coming Up Roses 玫瑰花设计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趋势 那今年呢 它在秀场当中 以更为立体的贴花 或是真织形式 出现在了裙装这类单品当中 在秀场当中呢 立体的玫瑰花设计 出现在了粉嫩色的脸衣裙当中 丰富了单一色系的穿搭层次感 或是白玫瑰花的设计 以立体樱花的形式 放在了格纹半裙上 它转移了视觉注意力 有效修设下半身的身形 又或是以层层玫瑰花造型的 碗领服设计 非常的优雅高贵 我特地呢 去某宝上搜索一下 发现这类单品 还没有太多的同款可以推荐 所以大家呢 可以先看看秀场穿搭 节节可继视频呢 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 可以将数字打在评论区 并附赏你为什么会喜欢它的一个原因 那点赞数最高的朋友呢 抽一节 穿搭训练营的课程体验 那至于体验哪一节呢 由你来选择 想要参与升级版穿搭训练的朋友 可以直接点击我的简介去报名 早鸟录影呢 还有五折优惠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喽 拜拜